重生后,你有一个想让你主动送死的脑残系统 一个让你自己砍掉四肢的疯子师傅 一头想要吃掉你的傻子妖虫 萧青看到是你后,美好气地说了句 你来做什么 可以看得出,见到你后他有多愤怒 我来看看你,你淡淡微笑 给我滚,这里不欢迎你 萧青愤怒地说完就想把你轰出去 你笑了笑,并未有所动作 你想做什么 萧青不明白你想干嘛 但如今拥有炼气四品的萧青 萧青可不怕你 当然是来监督你修炼的了 虽然此刻你很慌 但想了想,如今的萧青不可能打得过你 你就放下心来 呵呵,你害怕我修炼太快 我会提前杀了你吗 萧青本以为拿着你的痛楚刺激 你会很愤怒 没想到你却如此平静 甚至从你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悲伤与失望 我倒是希望你能尽快杀了我 听完你说的话 萧青以为你这个顽固疯了 还没等萧青回过神来 你点了点头 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炼气四品 真不错 你总算展现出实力了 听到这话 萧青慌了 你你你 怎么看穿我修为的 萧青确实惊恶 他为了不让你在生死斗食窃战 特地让逍遥尊者 传授了一门隐匿修为的功法 这功法 就算比自身高三个境界的人都无法看穿 萧青绞尽脑汁都想不明白 境界只有炼气三品的你 是怎么看破他修为的 你真以为我是废物 能看穿你 是因为我的境界超乎你想象 你故作神秘 此时萧青大脑正在疯狂思索 就算以前修为不如你 至少也跟你五五开 别说外门相传你是废物 如今的萧青 更是觉得你是废物 还没等萧青想明白 轰的一声响起 炼气九品的能量席卷整个小屋 这怎么可能 这一刻 萧青依旧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感受到那股强悍压力 如猛兽般的气势 萧青终究还是蛇伏了 你念念 怎么会这么强的 如今 萧青建立起的自信 摔得粉碎 萧青似乎已经看到 生死斗食 被你一掌拍死的场景 你是不是想提前杀我 萧青此刻已经绝望 只能颤抖地说出这几个字 没想到你哈哈大笑 我要想杀你 之前随时都可以 萧青想了想 确实 你以前要是想杀他 一巴掌就可以 接着看到你表情逐渐严肃 萧青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简直浪费我所有心血 萧青还没反应过来 你继续道 我之前遮掩修为 就是想要羞辱你之后 让你重新振作起来 没想到你居然无动于衷 你现在的表情啊 就像是个恨铁不成钢的老父亲一样 看着萧青 你乘胜追击 爹娘离世 你不想着报仇 只会自甘堕落 自暴自弃 你太让我心寒了 说完 你更是一顿惋惜 这一刻 萧青除了震撼 已经目光呆滞 无法动弹 萧青的世界 就好像崩塌了一般 如果你没有练起酒品的实力 萧青肯定不会 你不会相信你此时说的一切 但如今 你以绝对的实力 展现在他面前 还如此鞭策 他修炼 此时萧青感受你的话 自己虽然经历坎坷 但并没有自暴自弃 只是因为先前 逍遥尊者的原因 无法进步而已 瞬间萧青也想明白了 在你眼里 自己修为无法进步 就是懒惰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见你的忽悠有效果 你心虚地说 本以为因为生死 动你修为有所长进 过来看看你 谁知我 稍微展露一下修为 你就耸了 难道区区炼器酒品 你就畏惧吗 你对得起我对你的期望吗 对得起你 已逝的爹娘和家族吗 这时萧青终于意识到 你是因为他耸才生气的 不不 师兄 我并不畏惧 此时萧青的声音 无比愧疚 萧青心想 我怎么能辜负师兄 怎么能害怕 我真该死啊 我怎么能辜负师兄 我怎么能辜负师兄